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感为风光,勇攀高峰,勇于开拓与突破 在娱乐圈里,有一位女演员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她就是赵丽颖 这位演员以其出色的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入理解而赢得了观众的青睐 她的职业生涯不仅展现了出色的表演才华,还体现了她对自己职业的认真态度和对不断挑战的渴望 最近,她在与凤行中王爷转呼啦圈的拍摄花絮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她的关注和赞赏 赵丽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甘于平凡的演员 她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自己对演艺事业的热情和对挑战的渴望 她说,如果我得意,我也不排斥,我要认同,就是得意,我就是很风光 这句话展现了她对自己事业的自信和对成功的追求 在过去的几年里,赵丽颖的演艺生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她不断挑战自己,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 从风吹半夏到与凤行,再到即将播出的《在人间》 她不断展现出自己的演技和表演风格 特别是在春节当电影《第20条》中 她出色地诠释了一个聋哑人的角色,让人们对她的演技刮目相看 而最近在与凤行的拍摄花絮中,赵丽颖以出色的表现惊艳了观众 尽管她没有专业的舞蹈功底,但她轻松自如地完成了调威压飞并反手、转花枪的动作 让人不得不对她的专业素养和表演功底赞叹不已 赵丽颖一直以来都被受网友的喜爱和追捧 她的粉丝们对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充满期待,并且对她的表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在近期与凤行的拍摄花絮中,网友们纷纷称赞她的专业精神和出色表现 称赞她为齐天大凤 然而,就像任何一个公众人物一样,赵丽颖也不乏负面评论 有些人会对她的学历低,外貌等方面进行嘲讽和批评 但是,赵丽颖从不为这些负面评论而动摇 她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待,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回应质疑和挑战 赵丽颖的职业生涯充满了自我突破和挑战 与此类似的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屡见不鲜 比如,在过去的某一次错失奖项后 她表示继续跑,表明了自己对演艺事业的坚定执着 而她在花千古、楚桥传等大热剧中的出色表现 也是她不断挑战自我的体现 赵丽颖作为一位优秀的演员 她的职业生涯和个人形象对社会都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力 展现了一个女性在职场上的自信和拼搏精神 为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她不仅在演艺事业上有所建树 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关注社会热点问题 为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她的言行举止和职业态度 也为社会传递了积极的正能量 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目前 关于赵丽颖的最新进展还没有太多的消息 但是可以预见的是 她将会继续努力工作 不断挑战自己 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赵丽颖在与奉 维和防暴队三年隐秘原因 王一博成无辜牺牲品 维和防暴队聚焦中国维和警察在海外执行任务的事迹 展现了中国警察维护国际和平的形象 影片紧张刺激 传递和平与正义价值 主演王一博饰演内心充满正义感的年轻人 接受专业动作培训 所有场景真实还原 高燃镜头实拍完成 追求真实感 电影因主演团队和投资方问题退档三年 王一博增无辜躺枪 影片传播中国文化 提升国家形象 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 艺术上创新和情感表达下足功夫 值得期待 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 有用 维和防暴队这部电影 聚焦中国维和警察在海外执行任务的英勇事迹 展现了中国警察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和平的形象 电影通过紧张刺激的故事情节 传递了和平与正义的价值观念 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对国际责任的承担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 这样的主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教育意义 影片中的角色塑造立体丰满 特别是主演王一博饰演的杨震 一个内心充满正义感的年轻人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逐渐成长 演员们为了更好的诠释角色 还接受了专业的持枪、开枪、枪械准备等动作培训 力求真实还原维和警察的风采 王一博在暴雨中的狙击戏 展现了其专业演员的素养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维和防暴队所有场景均按照维和任务区实际情况全景搭建 做到了1比1真实还原 影片中的高燃镜头如枪战、追车爆炸、弱博等均由实拍完成 给观众带来了震撼的视觉体验 这种对真实感的追求 使得电影在视觉效果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劳动节部劳动维和防暴队作为五一唯一一部主旋律电影 之所以退档三年才上映 原因涉及多个方面 首先 电影的主演团队中张某汉涉嫌歪屁故问题 尽管片方在张某汉出事后第一时间与之歌席 声称和张某汉结束全部的合作 但电影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其次 电影的投资方中存在问题 张某汉的老板投资了这部戏 而老燕子在这几年被封杀 与他有关的项目几乎都被搁置下来 为了争取这部片子定档上映 片方多次试图与老燕子歌席 并对电影进行后期删减 折腾了许久才顺利过审 至于王一博无辜躺枪 是因为在一次朝阳群众曝光某明星嫖娼被抓的事件中 由于时间上的巧合和一些误导信息 王一博成为了众多网友猜疑的对象 但事实上 被抓的明星并非王一博 王一博本人也通过直播互动等方式侧面辟谣了 此外 王一博也曾因为其他事件被误会牵连 例如与他同名同姓的男制片人张萌涉嫌案件时 王一博也曾被带入误会中 维和防暴队作为一部展现中国维和警察形象的影片 对于传播中国文化 提升国家形象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国际视野下的叙事 电影促进了不同文化背景下观众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展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 加强了国际合作的意愿 影片在艺术表现上进行了创新 通过紧张的剧情和高难度的动作戏 展现了维和警察的英勇无畏 同时 电影在情感表达上也下足了功夫 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和情感描绘 让观众对维和警察的内心世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这种艺术上的探索和尝试 也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这部片子在猫眼已经有54万人表示想看 估计也是一部不逊于热辣滚烫的佳作 让我们一起期待它在五一档的表现 维和防暴队的三年隐秘 原因引发了广泛关注 而王一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成为了焦点 这部电影的三年前福气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